之前我怎麼看 因為說美國都打算要成立第一艦隊了 甚至可能在找這個相關的母港基地 那同時呢 日本的媒體也爆出來 就是這個矽刊復世 他就說呢 英國的伊麗莎白女王號 有可能跑到亞洲來 甚至要來停靠台灣 以此震懾中國 所以這個時候 習近平是不是陷入焦慮 陷入緊張 覺得他們的解放軍要準備好 是 習近平在事實上 陷入緊張是內外交迫的問題 剛剛范老師提到的 沒有錯 他現在面臨到的這個局勢 他會發現外部的狀況 簡單講叫天下圍中 怎麼全世界的軍隊 全部跑到亞太來 全世界軍隊都把中國 感覺快八國聯軍了 對 剛剛圍堵起來 新的八國聯軍好像在圍堵中國 連英國都千里迢迢要從這個 從歐洲過來 而且是英國首相強森 公開宣布的 就確定是要來的 而且是派出他 現在最新最強的伊莎白女王號 這個201號才 2017年才下水的 這艘是英國目前最新的航母 全新的航空母艦 對 全新最強的航母 派到亞太來 他不住手在歐洲 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包括歐洲國家 對於亞太地區的整個的關注 以及軍力的投射 包括德國日前也宣布說 要跟印度進行軍事上的合作 這都是過去所看不到的 所以習近平面對外部的壓力 是非常非常大的 細刊富士講的東西 我覺得有它的可能性 但是難度不高 難度不低 難度高 因為第一 台灣的唯一能夠停到 這麼大的航母的 大概只有高雄港 但是它還有一些技術性的問題 包括它那個回彎的問題 還有它到時候 彎靠之後一些相關的 彎靠的固定的問題 這些技術上還要 可是老實說 航空母艦不是都停在外海嗎 對 也有可能像 像在香港的時候 像之前美國的航母會停到外海 外海要透過小船進來 這也是一種方式 那之前也有穿過美軍的航母 要來做台灣的這樣子的停靠 也是這種方式 所以這都有可能 那只是說 這種只是彰顯出一件事情 就是各個國家 對於亞太的軍力的部署 來針對圍堵中國 有眷屈一致的共識 那這可以說 英國也想打台灣牌嗎 如果說他看到 美國在打台灣牌 那英國難道不想嗎 應該這樣講 英國更關注的是香港的利益 但是他關注香港的利益之後 他畢竟 現在好像還給人家了嘛 他在香港利益上面的 所做的空間有限 自然而然 台灣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 一方面就如同剛剛主持人所提到的 台灣牌的這種打出來 他對台灣對於人權的重視 可以和香港做一個比對 同時也可以作為一個香港的 跟中國在香港議題上面的要價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 畢竟未來可能會越來越多香港人 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 來到台灣來定居 他不見得遠路從洋到英國 他更多的選項可能是來台灣 是移民台灣 對那這當然對於 畢竟是殖民母國的英國來講 他也會認為台灣的問題越來越重要 這樣的連結 還有香港的資金 你要想像有多少是跟 跟英國過去有關係的 所以這些東西移轉的過程 會外移 對那台灣變成一個首選 那英國就會放大對台灣的重視 這些都是存在的 所以對習近平來講 從外部的角度來看 他為什麼不斷在宣揚備戰 事實上他講 備戰打仗這句話 他最近這三個月 光我印象中就講了四次 9月講一次 10月在深圳灣講一次 在抗美援朝講一次 11月這個月就講了兩次 其實他不斷的講備戰打仗 可以見得對外部他有他的壓力 可是事實上我認為 內部他還有他特殊的因素存在 像今天 昨天中共政治局會議當中 他事實上通過三個東西 一個是這個 就是所謂的軍隊政治工作條例 第二個通過所謂的 中國統一戰線的條例 第三個通過他黨的 黨員相關的規範條例 這些東西你硬是要在 政治局會議 政治局會議的位階非常高 比上個月那個19屆五中全會還要高 政治局委員就這麼幾個 這個會議 這麼集中會通過這個東西 你發現三件事情 黨然後統戰 然後軍隊 所以你會發現說習近平念之在之 是想辦法要統一黨 要統一統一戰線 要統一軍隊 鞏固黨的領導 對 鞏固他的這樣的權力核心 特別是這個剛剛講的 軍隊政治工作條例 這個裡面講了什麼話 講一句話 他說要 全力要這個 遵守軍委主席的領導 叫軍隊要遵守軍委主席 遵守誰的領導 針對習近平吧 習近平是軍委主席 然後要絕對對黨中成 講本來就是告訴你 解放軍要對習近平中成 我就不斷重複這樣子的東西 那個黨員條例也是一樣 也是告訴 這個共產黨要遵從黨的領導 要追隨黨 新時代黨的這個意志 那就是什麼 習近平思想 所以你會看到習近平他這幾天 這一段時間在做 他就是內部權力的鞏固 這個東西從軍隊著手 對他來講最有用 因為中共就是槍桿子租政權 只有掌握軍權 習近平晚上才能夠安心睡覺